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请听哈佛管理学 今天是10月3日 今天早上我们在台北盛大举办了一个活动 这是我们昨天我有特别提到 我们10月号的封面故事 我们做了一个第三届数位转型顶格奖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 从2021年开始跟全球企业的管理系统领导品牌SAP 我们攜手举办了数位转型顶格奖 顶格这两个字真的还蛮有学问的 它来自于古经典周易杂卦里头 顶呢就代表说新的意思 取它新的意思 格呢当然革命革命嘛 所以格呢就是去顾的意思 顶呢是金顶 那个顶金顶奖那个顶 顶格奖呢我们就把它取名说 如果你可以顺利的拥抱数位的科技 然后帮助你做整个经营模式 跟产业模式的转型呢 那你就可以取新嘛 你就格顾嘛 就是改变过去的经营的模式 过去的做事的方法 然后有一个新意嘛 所以我们叫顶格奖 所以这个还蛮有学问的 当初取这个名 那么几年前呢 我曾有一次呢 因为刚好是远见创刊 30周年 我们做一系列的跨国的报道 那个时候呢 我们特别还到这个波斯登啊 到西谷啊 碰到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企业家 包括台商在那里也好 包括外国企业家也好 哇那个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呢 我印象很深刻 就叫accelerate 就是他们一直在谈说 哇科技的快速加速的发展 然后呢进入了那个时候 也有一个学校 大家都知道叫起点学校 singularity 就是说因为这个科技的快速发展 使人类的发展 进入一个新的拐点啊 那个英文呢 就叫singularity 起点啊 奇怪的起啊 然后点数的点起点 我们翻译做起点啊 就是说因为科技的快速演变 然后要交错啊 就是这个技术 跟那个技术的一些连结啊 然后使人类的文明 要进入一个新的拐点啊 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传统的各行各业 你不要以为你不是在科技业 你是可能像我们是媒体业 服务业餐饮业等等 你都要受到这个科技很大的冲击 所以过去十几年来 其实各行各业都被这个科技的变迁 你也可以说是挑战也好 也可以说是商机也好 也可以说是成本 然后也可以是未来的利益 看你有从什么角度去看 然后大家都被搞得还蛮辛苦的 至少我们媒体业也是啊 像我们杂志以前 只要印紫本就好了 现在还要搞数位 现在我还要做podcast等等 就是都要拥抱这个科技的改变 要有一个新的经营的模式嘛 这就是所谓的数位转型 那所以我们推这个 数位转型顶格奖 也就是说希望搭建一个平台 让各行各业呢 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可以交流 可以观摩 可以学习 大家一起往这个数位转型的路上 买进 那我今天呢 特别要分享 我们第三届数位转型顶格奖 有哪些主要的发现 以及有主要的什么成果 来跟各位做分享 那我这个分享完了之后呢 当然也要邀请各位听众 一定要去看我们10月号最新出刊的 不管是用紫本 还是用数位版 其中呢 我们有很多这一届比赛的一些精华 以及所有得奖企业 他们得奖的原因是什么 都非常值得各位听众 可以去看一看 了解一下 我们常常说知己知彼嘛 同业怎么做 你也可以学 艺业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比如说你 你是在金融业 你可能看看制造业怎么做啊 看看一般的服务业怎么做 其实你也都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嘛 所以我想这个数位转型呢 是没有一个人夺得掉的 你只要还在职场上服务 你只能够这个因应这样的变化 所以多学学 多了解别人怎么做 对自己一定是有帮助的 哈佛领导者学程 历经时期好评不断 全新改版再进化 更全方位的认知拓展 更深刻的思辨交锋 更真挚的共学情谊 都在HBR领导者学程2.0 深究12个不同决策关键难题 大力强化您的决策系统 提高您的决策胜率 如果您也想体验源自于哈佛商学院的 哈佛商业评论 HBR短个案系统训练 与50位以上的企业关键带领者 共同拆解各种困境 强强联手照到入境与解方 立即点击说明栏连结 抢占现席 早鸟七五折优惠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欢迎报名10月26晚上 HBR领导者学程台北说明会 其次有限 喜满截止 诚挚邀请哈帕精英共同破解 变动世代下的可行路径 透过哈佛市个案教学 挥散勿卡迷雾 经历你的领导决策力 那么今天呢 我是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 本周花一天时间来分享 我们10月号的最新出刊的 第三届书卫转型顶格奖的发现 那么今天呢 我首先要跟各位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数学转型顶格奖的 第一年推是2021年 其实我们一开始呢 就是针对企业的转型呢 设了很多的这个 比如说一些衡量的一些指标 那事实上我们也筹备了一年多 所以我们那时候针对数学转型 比如你是全公司的 全方位的数学转型呢 我们你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奖项 或者是说针对商业模式转型 营运模式转型 或者是特别针对制造业 有这个智慧制造转型 也增加这三个构面的单一项目的转型 比如说你可以 比如在财务系统里头 导入什么什么样的数位优化 或者是很好的一些管理的工具呢 使得你的时间成本节省了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些案子 就发现说 哇很多人都会举例说 我原来要花五天做完的事 我原来要花三天审核完的流程 现在只要半小时 现在只要两分钟 现在甚至只要三十秒 都有可能 都有这样子的成效 所以如果你有某一些 因为SOP改变 或者是你导入一些数位工具的改变 产生了一些很高的节省成本 节省时间 减少浪费 达到这些效益的话 你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营运模式 转型这样的一类的专案的奖项 那比如说你又是一个制造业 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工厂在台南 在台中 你开始用AI工厂内的导入一些 智慧制造的一些流程 那你也可以来申请智慧制造的转型 那现在当然更多的就是AI的导入 是越来越普遍 那么你如果有进行某一些商业模式的转型 也是靠一些科技的协助 来使得你的整个的获利模式 服务客户的方式跟流程做改变 那你就可以来申请我们商业模式 转型的这个奖项 所以不同的这个专案 你就对应跟不同的类别 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奖项 那我们在所有的奖项当中 其实我们也凸显了 其实这个社会转型要成功 所有的人都提到 一定要从top down 一定要领导人 亲身参与 领导人把他当作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只有领导人当真 领导人要宣示他一定要这样做 才有办法成功 所以我们也特别在顶格讲一头 有一个叫领袖讲 就是总经理以上或副总经理以上 他负责某一个专案的 负责整个公司整个机构转型的 这样的领导人 就为这个机构或这个公司的代表 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数位转型领袖奖 所以从我们第一届开始 就大概设立了这样一个架构 可以说是全方位来检视一家企业或机构 他数位转型 他可能会处理到的一些构面 我们都增设这些构面的奖项 那么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这个奖举办三年来 我们也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 就是这几年来ESG成为显学 永续发展成为显学 所以我也发现说 其实现在企业其实都有共同的两个目标 一个当然就是要做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顶格奖 很多企业才会想来报名 第二个他要永续转型 要ESG转型 就是他所做的事情 要符合一下ESG的这个架构 就重视环境 重视X-Social 然后重视G公司治理 那其实我们发现在推动数位转型的过程 基本上就可以帮助ESG永续转型 因为你只要导入好的一些科技 有一些好的一些管理的方式 你其实就可以协助你节能减碳 或者让员工的工时减少 让员工的满意度提升 就兼顾到S等等 所以或者是说你用很好的科技的侦测 也可以防止员工的贪污 或者让你的治理可以更透明 对G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数位转型也可以协助ESG转型 也可以落实ESG 所以我们在第二届与时俱进 我们也增设了一个ESG特别奖 也就是针对当年度 有得奖的数位转型的专案 我们再来评估说 这个专案有没有对ESG是有帮助的 所以今年的第三届 我们就发现说 一共有数位得奖企业当中 有15个案子 他同时除了得到数位转型顶格奖之外 他同时还加码得到了一个ESG的奖 特别奖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在倡议 倡议说数位转型的过程 最好也可以同步协助企业来落实ESG 这是我们第二届 比较重大的变革跟创新 那么到第三届 我们持续的与时俱进 我们特别增设了一个组 叫做医疗类组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增设医疗类组 就是我们在第一届跟第二届举办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说 零零星星有一些医疗界的机构 医疗院所来报名我们的顶格奖 那他们也做得很好 其实这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睛 因为我们一开始想的都是企业要转型 要数位化 我们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医疗界 也那么努力在数位转型 那所以呢第一届跟第二届 我们开始有一些医疗机构来报名的时候 见数相对是比较少的 可是我们也注意到他们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第二届一结束 我们其实就开始进行一些研究 然后就跟医疗院所进入了一些访谈 就发现说其实全台湾的医疗院所 其实是最积极在做数位转型的 那台湾呢 因为整个医疗的诊断 你现在要精准医疗 要协助医生判读一些这个数据啊 或者是说很多的医护的一些 很多的庞杂的非常繁重的工作 其实数位呢都可以做很大的帮忙 所以呢其实他们多年来 在整个医疗院所 从医学中心到非医学中心 区医院到地区医院 其实大家都很努力 在做数位转型 所以我们今年呢就特别针对医疗界呢 也增设了医疗类的讲 除了说我们的综合转型组 我们的这个领袖奖呢 都有医疗类之外呢 我们也特别在单一项目一头 针对医疗业做医疗创新的服务奖 因为呢医疗类的KPI 跟一般企业不一样 一般企业可以说 啊我做了什么样的数位转型之后 我的营收增加多少 我的获利增加多少 我的成本下降多少 但是对医疗院所不可以用这样的词 你不可能说我营收增加多少 这样政府会找你麻烦 你也不能说啊我因为这样 所以我这个人力减少多少 这样是不是要裁员呢 也不好 所以我们给医院的指标呢 就不太一样 不是以一般企业说营收获利啊 EPS啊 美股盈域 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 这个数位转型的绩效 所以我们特别呢为医疗组呢 设计一些指标 所以呢从我们这个第一届 第二届第三届这样的转型啊 这样的蜕变呢 其实各位听众也可以了解说 跟数位转型相关的 还有ESG永续转型 然后他说这个影响的层面 处于一般的企业 像医疗业呢 台湾的医疗品质 早就在世界上想叮当嘛 我们医疗 大家都说台湾的医疗服务是很好 那现在这集体的医疗界 都在往数位转型去迈进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医疗的品质 还有医护的工作的品质 其实也都会提升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倡议的 我们所搭建的这个平台 所希望达成的效果 也是让医疗同意 大家也都可以来看一看 别的医院在做些什么 是不是有对你也有所启发 透过我们这个平台呢 大家都可以找到 自己可以再进步的一些方向 或者是参考别人怎么做 自己或许可以学习一下 或许自己的机构啊 企业也是可以做的啊 那大家可以一起来成长 那么今年的总报名件数 就含医疗这新增的组 一共有240件啊 那大概得奖的企业的件数 大概盘机构了 就是五十几件啊 那这五十几件真的 我都觉得每一件呢 都我自己看起来都很有收获 就觉得哦 原来这家这么做 原来那一家这么做 那我就特别举一两个例子 其实医疗院所这一次的 整个数位转型的能量 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这是中国医药大学的 副社医院 他这一次呢 一共得到三个奖 是医疗业得奖最多的 那他们的院长呢 叫周德阳 周院长呢 也是我们数位转型 领袖奖的得主 那他特别提到说 他为什么这么积极 来推动数位转型 是因为其实他到国外去考察 也是看到人家 做的很多嘛 所以有一次他到日本去考察 发现说 哇他们的医疗院所也是大规模 都已经导入了AI 这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所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就在整个副医呢 找了八十个种子 从他们的医院里头 找了八十个 有的是具备资讯专场 有的是具备医疗专场 就组成这个种子部队 全面来推动整个副医 中医大的副医的数位转型 他那个时候就谈到了一个概念 叫一科一AI 就每一科都要讨入AI 而且他确立说 他们以后推出来的数位转型的案子 都要好用 都要实用 而且要让医护喜欢用 用这三个标准 好用实用喜欢用 来作为他数位转型的指导原则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都要让大家好用爱用喜欢用 那么他这里呢 今年他整个得奖的专案呢 其实各个医疗院所都有很多很棒的专案 我现在只能举一个 没有被我举到真的很抱歉 不代表你不好 我就刚好举了这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他就智慧抗菌平台 对抗这个细菌 智抗菌的这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 他主要强调的是 所要对付的一个毛病 就是败血症 那他这边特别提到说 其实全球每年死于败血症的人口 高达数百万人 是全球不是只有台湾 那么台湾的败血症的死亡率呢 也将近30% 所以真的对这个生命的威胁是很大的 所以呢 中医大复医呢 就从2021年开始研发这个 这个抗菌的平台 那么结合了人工智慧 AI跟AIOT智慧联网的科技呢 会把很多的医疗资讯整合起来 那协助医生的做判断 那么过去呢 只要碰到败血症的患者呢 医生呢 常常呢 就要先查看病例啊 然后了解病患之前 是不是有用过哪些抗生素啊 那是不是对部分抗生素产生抗药性啊 以前这些资讯呢 可能都很片段 也不能够一个平台呢 都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 但现在这个治抗讯平台呢 把这些所有的跟诊断相关的讯息呢 都一目了然在这个平台上就一次就可以呈现了 而且还会提示医生说 哇 这个败血症的发生的比例啊 以这个病患来讲 有多高 然后病人呢 如果这个做治疗之后 预后的预测呢 又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平台启用之后呢 这个医师啊 通常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鉴定出 目前这个患者的这个细菌的种类 侵犯他的细菌的种类 以及可以预判说 是不是有抗药性会产生 才可以选择投放正确的抗生素 所以他们导入了这个平台之后呢 病人的存活力提高了23.7% 我觉得觉得是太棒了 其实整个医疗院所今年 我所看到这些数位转型的专案 都充满了这种 比如说提高治愈力啊 降低死亡率啊 或者是让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 大大的提升 他们的工作的满意度 跟生活的品质 可以做一些平衡 很多这样的案子 我看了以后都觉得 真的是很大的 台湾一届很大的进步的方向 就是靠数位转型来驱动 那么除了医疗院所的数位转型 打到很大的功效之外 其实制造业啊 服务业啊 金融业都一样 大家都透过数位转型 得到很大的这个成效 所以今年呢 我们中小企业组的这个得奖数最多的 是有一家工程顾问公司 就很老牌的中心工程顾问 那么过去呢 这个行业呢 常常都要画图嘛 画很多很多的图 所以到最后呢 一个案子 可能就厚厚的一体的工程设计图 那现在有数位的工具啊 比如说他现在承接的一些 很多都是很大型的公共建设 就可以在这个3D的立体 这个模型啊 来展示 然后呢 所有的相关的工作人员 包括建筑师也好 土木工程师也好 所有相关的工作同仁 都可以透过这个3D立体模型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工序 流程或者是施工的时间成本 大家都可以一目了然 都可以在这边资讯立即同步 所以大幅的提升这个沟通的效率 减少沟通的时间 也减少讯息不透明 或减少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 没有被沟通到常常的这个工程 大家知道吗 工程建设有时候一出毛病 就是非常大的人祸 也减少这个错误率 减少这个工程灾害的产生 所以这整个 这个他们的数位转型的专案 他们叫做病 采用建筑资讯建模 这个病的工具呢 使得他们的整个的效率 大大的提升 那这边呢 就举了一个中心工程 接案子的例子 就是他们现在是投入了 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计划的 相关的设施 那这整个塘工程的计划呢 占地呢 1700公顷呢 涵盖非常多元的建设的需求 除了建筑物之外呢 可能还要道路啊 还要桥梁 还要防洪的设施啊 地下电缆等等 那么在这个航空城区段 真是同包工程的 十项分标案中呢 中心工程就包了七项 所以呢 这么繁复的 这个工程的设计流程 跟施工的工法 跟施工的一些 一些步骤等等呢 现在就靠这个数位转型的 这个专案 病的这个 我刚刚提到这个 病的协同作业平台呢 哇就大幅降低了 这个设计的时间 至少50%以上 那整个的设计的人力 或工作的人力 是减少了两成以上 那么他特别还提到说 自从这个中心工程过呢 开始推动数位转型之后呢 他们四年的业绩呢 成长147% 而人均的产值呢 也成长了20% 因为他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 来做更多的业绩嘛 所以人均产值也增加 也因为人均产值增加 他同样的人数 他可以接更多的案子嘛 因为他可以更有效率的 来提供服务嘛 当然业绩也就跟着成长 所以呢 这个企业呢 如果善用数位的工具 对他的业绩 对他的营收 对他利润 对他员工的满意度 工时呢 也会有下降 提升员工的满意度 这个也是我们在企业所看到的 所以这一次呢 一共有50几个企业案件得奖 不一定有这么多公司啊 但是因为有些公司得两三个奖 所以一共50几件 数位转型的专案得奖 每一个专案呢 我刚刚只是抽一两个来讲 事实上每一个专案呢 都有他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 再一次呢 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哦 你一定要来看 我们这一期的数位转型顶格奖 应该可以让你数位转型的路上 走得容易一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